大家好 今天想讓大家看看眼前的植物 可能不太多人認識這個 它叫做連座棒槌樹 上次跟大家介紹過在牙宮 和這棵植物是否有點相似 其實牠們可以說是近親 因為都是盼槌樹熟 這棵植物的名字簡直是這樣 牠也是快根植物 你未必會被牠的外表吸引 因為牠的顏色比較沉 但牠的生長能力 我覺得是超快的 你在看的是我7月9日拍的影片 待會有夜景的是我一個星期之後拍的影片 上面的葉子也長得很快 很快就多一兩片葉出來 而且下面也越來越茂盛 早拍養的時候也沒有那麼多頭 現在好像多了一兩個頭 真的生得很快 雖然牠不是很起眼 但牠的葉子非常脆綠 還有很多頭 增加了牠的觀賞性 好 現在就看看連座棒椎樹和橡牙公的分別 看看我們可以怎樣分辨這兩種植物 首先就看看牠們的葉 你可以看到橡牙公的葉 我這棵橡牙公的葉是比較收長 和比較幼身一些 這是另一棵橡牙公的 這是另一棵橡牙公的 而連座棒隨著葉子就比較闊 類似桌圓形的 類似桌圓形的 有很明顯的分別 我們主要可以以葉子的形狀來變形 另外一方面 看回快徑位 植物的尖刺 凸起位是比較明顯的 好像凸出來一粒粒 相反 橡牙公比較自然 看起來會比較明顯的 感覺會比較光滑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橡牙公是比較受歡迎的 不過牠們大一點的時候 都是長大的塊筋 有一點相似 而橡牙公的花 和連座棒隨著的花售品的話 牠們生出來的品種 中文譯名也是叫做橡牙公的 好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謝謝收看 拜拜 拜拜